欢迎来到《轻养生》 我是杨明霞中医师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月经不调》 香港来说有很多女孩临近期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有时觉得脾气暴躁 有时会觉得容易口肝、闻疹 甚至有时会觉得胸口伪闻 严重的话有时肚会不舒服 所以我会和大家分享如何预防这系列经前综合症 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我们有说不永质痛和不通质痛 不永质痛的意思是我们因为气血虚弱 而不能营养经物 所以会出现经痛的问题 另一方面不通质痛的意思是 如果女孩本身有气质血虚 或者容易猛疹 或者容易屈满情绪的人 特别容易因为气质而导致血虚 这些人都会容易有经前综合症 即是来经期之前小腹痛 或者觉得更容易猛疹 更容易不开心 所以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女性来经期之前 我们通常血气向下症 上面好像空城 所以有很多人在经前期 是特别容易有外感 例如容易感冒 容易觉得个人特别疲 另一方面是觉得周身不自在 这是经前期的时候 经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血气会凝聚在子宫内幕的位置 所以经来的时候 那段时间我们尽量让子宫内幕完全脱落 如果有少少积流在身体内 很容易会有子宫肌瘤 卵巢浪肿 甚至子宫内幕移位等问题 来经期后很容易理解 通常来说是阳气血为主 因为我们耗损很多血气 每个女性每个月就好像废一次武功 经常都会因为三四天流量比较多 而导致自己的面色差 而且个人特别疲 所以经期来之后更加要补气血 经期来之前大家要记住 所有低过室温的东西 寿司、沙律、鱼山、雪糕等 尽量不要碰 另一方面就是 来经期的时候要尽量注意 如果来经期的量特别多 就尽量不要吃太多活血化育的食材 例如当鸡、义母草等 都是比较活血的 村公等都比较活血的 如果来经期的量太多的人 要特别注意活血的中药或食材 当然了 如果有些女性 如果来经期觉得 一两天都不顺 平时要注意 在经期前或来时 就要养一样的气血 确保子宫内膜完全脱落 来源的时间就比较容易理解 这段时间就是养血气 有时可以吃一些养血气的食材 偏红色的食材 例如九几子、红棗、肉类 羊肉、牛肉等都帮助补血气 适量食用都可以帮助补血气 月经期间大家要注意 因为我们所有血气向下行 上面好像空城 所以如果我们做太多运动 我们有说一句说话 叫做气除寒脱 因为我们做太多运动 而令我们流汗流太多 气血因此而弱 而导致我们来月经的时候更加虚弱 当然了 不是叫大家不做运动 而是做运动要适度 尽可能做运动的时候 选择一些比较伸展性的 不要太大流汗 少少眉毛汗是最好的 我会建议大家多做一些下半身的运动 因为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坐得多 容易因为气血不通 而导致有些痛经的问题 所以来经期之前 要预防痛经的话 最好就是做一些下半身的运动 例如我们平时可以吃东西散步 或者有时早上起身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动作 在经期前那星期都可以做的 在空中踩单车 这个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 动动中下半身的所有关节 当然来经期的时候 这个动作少做些 因为通常月经要顺行 如果是空中踩单车的话 有些逆行 注意这些逆行的运动就尽量少做 可能来经期的时候 可以的话浸一浸脚 因为脚是人的第二个心脏 我们透过暖和脚心的位置 有些涌传穴 对应脚内眼关节 有很多阳神气穴位 例如太溪穴 伏流穴等等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补养 今天想介绍两款茶疗给大家 分别是适合寒底的人士和热底的人士 寒底的人士 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无精打采 有气无力 手脚很冰冷 通常这些食材都可以帮助大家 舒缓金钱综合症 里面有北企 北企本身可以健脾益肺 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气血 配合当归 当归大家都知道 我们叫做苦科的性药 它有好好的补血气作用 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活血 有时如果我们来旌旗之前 面色不太好 或者血觉得自己来得不顺 可以吃些当归来帮助我们活血化鱼 同时可以养血气 中药有说当归本身有和血的作用 它可以补血之外也可以活血 另外我加了少许白盒 因为在秋冬这段时间天气比较干燥 白盒本身可以有滋阳肺阴的作用 同时可以安慎 来旌旗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容易睡得不太好 方法很简单 其实将所有的药材剪碎 然后用茶包袋包住 然后放在水里滚水焗大概20-30分钟 就可以喝得了 旌旗来及旌旗后都可以饮用 记得一点 如果自己的月经偏多或流量比较长 就要询问自己的注册中医师 因为当归本身有活血作用 要适量食用才好 热底的人大家要注意 平时可以用这些食材来烤水喝 有淮小麦、义母草和红棗 淮小麦本身可以安慎 同时也帮助睡眠 另一方面 义母草可以帮助子宫相向调节 如果子宫量不够的话 或者子宫收缩如果弱的话 月经来得不顺的话 都可以饮用义母草来令月经通顺一点 另外红棗本身有很好的养气血作用 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补血 方法很简单 所有药材先用滚水泡20至30分钟 就可以饮用 红棗要注意一点 饮用时要清除核 因为核会令人有点烦躁 清除核的话 饮用的有效作用也会相应提高 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女性月经是一个保护的机制 如果你身体气血不够的话 它不会有多余的血气射出来 如果你身体有足够的血气 它才会射出来 所以我们不是追求月经的量一定要很多 而是要确保自己的气血是正常 例如我们身体因为气血弱而导致血虚 经量一定会少 所以我们在来经期之前或后的时间 要阻止气血 当然如果是月经量太多 就要看看自己属于什么问题 临床上如果是简单 是生理性的问题 就是经期前的时候 有时喝得太多的红酒 即是应酬的红酒 或者吃了一些很燥热的食物 例如烙鸡煲 或者是胡椒奶尿虾 那些都是比较新热的 这一类型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比较温燥的食材 都会导致月经量突然之间多 或者是早了来 这里要特别注意 另外有些病理性的情况 就是如果个人有子宫肌瘤 或者是有些卵巢浪肿 或者是苦肤的问题 子宫有些朱古力瘤 都会导致月经量比较多 这些情况最好是找回自己相熟的医生 再看回自己苦肤的情况 最好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月经的颜色 其实可以反映你当时身体的状况 月经的颜色一般来说 就像我们平时看的玫瑰花的颜色 偏红色 有时身体的状况是偏气血乳制 即是那一段时间 你见到嘴唇色比较暗 或者有时有些捱痠的话 那玫瑰色就会偏暗色 乳暗色 这种情况代表我们可能有些气质血乳的问题 平时如果我们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 觉得说话比较小声一些 有气无力等等 这些情况是一些唏嘘的表现 大部分人血的月经色 通常来说都会比较淺色 淺色、正常的红色和暗红色 都可以反映自己有没有血乳 自己有没有气血药的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血气更加乳制 即是代表那个人气血运行不通讯 有时严重的话就会有一块一块的血块 为什么有些人会月经移前或月经移后 或者月经来得太长或太短呢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出现毛病 如果我们本身的气血药 例如肝血虚或肺气虚的人 肺肺量虚的人都会容易有月经偏小 或者月经偏后的问题 因为肝血虚的人通常身体内有寒气 我们有说子宫有些宫寒症 宫寒症的意思就是我们身体太冷 太寒凉 血得寒质型 所有血气运行得不通胀 所以来月经就会比较久一点 另一方面就是刚才说过 如果个人躁热 阴虚火旺 吃了一些肥腻煎炸热的东西 吃太多令自己上火躁的东西 例如经期前喝酒 喝太多咖啡 或者吃太多新辣的东西 都会令到他热壁血痕而早来 所以月经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颜色和周期 都会反映当时人的具体情况 详细必须问一问 自己相熟的注册中医师 诊册病情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平时月经不调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通常我们都是因为公寒 而导致我们有些痛经 或者月经来不不顺的问题 我通常会建议病人 在经期来之前和未来的时候 用暖水袋敷一敷倒尺 对下三寸位这些位置 都可以帮助我们调经 同时可以舒缓公寒症的问题